被史上的一对丑姐妹 姐姐嫁给白痴皇帝 妹妹嫁给财俊的美男子 魏晋时提多帅哥 姬康 魏姐 潘安 韩寿等 都前赴后继出现在彼时 帅哥们都有佳话传世 但若论及风流 莫过于韩寿偷襄一段 史书中记载韩寿美字帽 善荣指 标准帅哥一美 这位帅哥娶的是 西近全臣贾冲的小女儿贾武 可谓事儿娶尽豪门 所以一路平步青云在所难免 韩寿与妻子贾武的初恋故事 成就了偷乡典故 这位贾姑娘就是大名鼎鼎 丑后贾南风的宝妹 贾南风以黑矮丑胖 冲天笔 天包的永夺古史上 最丑皇后桂冠 千古无人能出体诱 亲姐姐言之尚且如此 亲妹妹往最好处想 顶多就是一般人模样 但这并不影响贾武姑娘嫁了昭明帅哥 贾南风257年到300年 集会贾皇后图当时因官场政治斗争 贾冲即将要被撵到边缘地方任职 为了刘金 有人出主意 让他和太子结亲 这位太子就是那位创造了 和不食肉米的脑残尽会地 于是 十二岁的贾武 就成了太子妃后选人 可是 小贾姑娘个子太小 还没太发育 实在撑不起来太子府送来的衣服 于是老妈孤怀做主 让姐姐贾南风代替小贾出嫁 值得一提的是 老妈孤怀已心狠奇度出名 害死了了多条人命 这种畸形性格毫无保留地 传给了贾南风 贾南风更是以清出于蓝胜于蓝的高标准言要求 将其母的遗传发扬光大 那么贾母的品性又如何呢 老妈孤怀林忠实曾对贾南风语重心长地说 赵灿习武必乱主事 我死后 误父听住 深意无言 意思是 你妹妹贾五和榨菜 都不是省油灯 只会坏事 你千万别和他们来往 以后定会给你惹出乱子来 织女莫过目 后来贾五帮助姐姐和谋陷害太子 被司马伦赶紧杀绝 事实证明郭怀判断是正确的 贾五二百六十年到三百年图这对姐妹花又闯又坏都不要紧 人家是名门千金 照样能嫁金归去 姐姐做了皇后 妹妹嫁了类似王凯颜值的男人 简直献杀旁人 有意思的是 贾五俘获美男还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青年才俊 韩寿有文采有能力 被贾中提拔为秘书 在参加贾府幕僚宴会时 正巧十五岁的贾五仙莲子 一下子就被韩寿的岩石征服了 李商也曾写过贾是亏连韩院少 就是说这件事 一见韩寿定终生 贾小姐从此害起了相思病 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 我们基本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入的 想与外界发生关联就得靠丫鬟 于是 为了自己的爱情 贾小姐决定托丫鬟传情 丫鬟去韩寿家向其转述 和贾小姐的用行之身 并且救小姐的外貌吹嘘了一番 光丽艳逸 端美绝伦 这八个字令韩寿春心荡雅 于是她接受了贾小姐的恋情 当晚便于言而至 潜入小姐闺房 那一夜 贾小姐一定没点灯 即使点灯 韩寿自投罗网也跑不掉了 小姐即使模样再张飞 韩寿再无反悔机会 要知自己的虔诚 身家性命 都在人家老爸手里 从此韩寿仗着自己进节过人 不断随风潜入夜 与贾小姐云语相会 二人的地下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除了丫鬟 府中无人知晓 在韩美男源源源不断的滋养下 在贾小姐坚持不懈的采阳补音下 老狐狸贾冲还是看出了些端倪 唯冲觉其女愿倡议于常日 小女儿怎么天天容光焕发 吃得较高了吗 韩甲二人缠绵翡策 行到农时贾小姐由李香赠 及西域其香 这种香只要涂在身体上气味 能保持一个月 韩寿去上班 同事们都夸他体下 纷纷问他用了什么牌子的香水 有一天贾冲闻到这香味 马上明白了 要知此香奶限量般 世上只有三个人拥有 贾冲回家后马上拷奔押环 果然如此 韩寿偷香 这个典故就这么诞生了 事已至此如何收场 晚上贾冲自编自导了一出捉狐狸的闹剧 让韩寿和贾武的好事浮出水面 韩寿才冒双全 和女儿又那么相爱 何不顺水推舟做成姻缘吧 贾冲217年到282年 自宫旅途韩寿偷香就此成功 至于和品贸不佳的贾小姐结为抗力 是不是委屈了自己 这倒也未必 一则是 结婚时间长了 老婆即使是大美人 也难免审美疲劳 所以外貌这时已不是主宰因素 再说当时偷香不也挺上瘾 看来贾小姐的外貌 从来都没有成为二人关系的阻碍 韩寿自有的老丈人 这个靠山赛事图混得不错 实现了一个男人的人生价值 和自己同时代的另一美男盘安 还得靠和他儿子贾密 韩密 拉关系给自己谋事图 韩寿和贾武生的儿子贾密也算优秀 继承了老爸的猜帽 贾密曾组织二十次友社团 把当时文坛财富论坛上的佼佼着 几乎网络殆尽 韩寿更为幸运的是 公元三百年他及时死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 出足的惨剧发生了 他没有看到那个 曾和自己狼情惬意的老婆 被冷棍打死的惨状 历史唐官方团队作品 文 刘英书 参考人县 郭子世说新语文 自由历史唐团队创作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去世外 你必须不想当人惟 女人 小朋友 被困住这边 继续